我們要載入的View 然後再去怎樣? 把這個開起來就OK了 只是說這一題稍微複雜一點點 就是說多了一個東西 當我Receiver 當我接收到簡訊的時候 我要怎麼樣呢? 能夠接收到簡訊 接收到簡訊之後 再把主控權丟到哪裡呢? 丟到Image Activity Activity之後再把這個載出來 所以基本上我們看到的是傳過去之後 秀另外一個畫面出來 實際上它的運作流程是這樣的 就是當簡訊進來的時候 我就誰接收到呢? 他接收到 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一個Pocket Receiver 所以到時候我們要建的時候 要建一個什麼呢? 建一個叫Pocket Receiver 而不是Activity 各位可以看到Extence 所以SMS Receiver 實際上它是一個Pocket Receiver 那什麼叫Pocket Receiver呢? 實際上根據它裡面的說法 其實就是一個可以接收 接收外部訊息的一個Applications 接收到之後呢? 它會傳送幾個參數 UnReceiver之後呢? 觸發UnReceiver 就是接收到之後 會傳兩個東西 一個是Context 一個是Intent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這部分呢? 再把它轉換到這個Image 然後把另外一個頁面把它載進來 所以各位請第一個先試試看 先新建一個 一個Android Application Project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的名稱 乾脆叫什麼? 叫SMS好了 01 SMS好了 01 OK 那底下的話 我們就是用下一步 OK 那這邊的話呢? 也是下一步 那這邊下一步 OK 那這邊的話呢? 它會幫我 產生什麼? 產生一個Main Activity 跟一個Layout 那名稱的話 看要不要改 如果要改的話 這個部分的話呢? 可以把這個 如果要改的 跟我們那個題目一樣的話 那這個Layout的名稱呢? 要把它改成Main OK 那Title的部分 我們不用改好了 或者改成什麼? SMS OK 按下一步 下一步之後的話呢? 那因為我最低版本是2.2 所以這邊再把它install一下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先建一個專案 那等一下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那個細節部分要怎麼建